大藝人文中心正式啟用 有近200人从纽约和全美各地 前来共享盛举 全美八个分会的执行长 也都特地前来与会 30而V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的舞台 要在这个世界的焦点的地方 把中文法脉把它建立起来 那所以希望从这地方开始 我们可以把慈祭上人的法 在全世界尤其在美国散布出去 再怎么忙都要抽空来参与这个盛会 凝聚于我们全美国慈祭人的盗器 每个人到年未来 就会想到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人文中心长得像什么样子 我今天早上到了 下午就必须要回省和睡 但是呢 这个活动我一定要来 因为是美国30周年的里程碑 我们在纽约的地方 有了一个崭新的机会 让更多人看到慈祭 让更多人能够加入慈祭 末法时代 我们真的需要 努力地让人心进化 所以这个中心的开幕 对慈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点 当九亿发生的时候 国有来 我看到那么多的灾难 这个时刻让我回到末尾那一刻 所以人心的进化 社会的强热 都是我们慈祭人的责任 那这么漂亮的地方 这么中文的场地 就慈祭的人文 而且把慈祭带动 整个要路 整个世界 搭配着大爱人文中心启用 大爱感恩科技的全新英文网站 也在同一天正式上线 这个就是我们新设计的 大爱感恩科技的新的网站 今天正式launch 这个是要介绍给全世界人知道 介绍给我们的联合国知道的 台湾实际对环保的commitment 他的身体力行 然后我们一定要让全世界人知道 永续经营慈祭中门 慈祭禁师法脉 结合爱护地球与地球共生息 用慈祭的身形 在联合国平台做具体的呈现 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 在世界的中心的中心 我们在这里尽量让大家来 吸取上人的光芒 了解佛陀的精神理念 用智来改变我们的世界 我非常非常的期许 也非常的感动 今天终于做一个圆满 1013一人一扇 爱撒人间运动 此刻从纽约大爱人文中心 再起航 大爱新闻 范婷门海媒纽约报道 大爱可以跨越国界 也可以跨越宗教 这场节目仪式的第二部分 在大爱人文中心的邻居 天主教圣公会教堂来进行 大约有100位的慈祭人 参加了分享 教堂的神父就表示 感谢慈祭为社区的长期付出 未来的日子里头 大家都是一家人 此季大爱人文中心 正式介绍